曾经在艺人名人圈大受欢迎的焦焦包 现在跟法国品牌爱马仕的商标亲权战打了一年多 终于是要落幕了 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一年将在近日宣判 而焦焦包的业者已经改口认罪 并且和爱马仕和解表示要道歉赔钱 另外也要销毁所有的焦焦包 从电视节目发响 焦焦包创办人朱运光怨汝奇 将国际品牌爱马仕经典国金包印在帆布包上 连大S官宴都用他当伴手礼 因此大受名媛贵妇欢迎 但却被爱马仕控告 涉嫌缴切商标 产品因此下架扣押 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一年 现在终于有结果 焦焦包业者沿见行政诉讼败诉定验 透过律师向爱马仕和解 焦焦公司在官方脸书上致歉 声明了解这个行为 侵害对爱马仕的商标智慧财产权专用权利 并已解决此争议表达深切歉意 并在明年一月中 寻前承诺销毁1000个扣押包包 及十多箱存货 在官网上焦焦包动作也很快 已经找来艺人张正月和MC Hard Dog等艺人 帮新产品打广告 事实上创办人之一朱运光 在演艺圈就有T恤达人之称 一度声明大造的焦焦包 让他赔钱道歉 眼下损失不小 但也成功为未来的新产品 先打开知名度 周年新闻三号报道